《探索宇宙人生真相,見證世間因果輪迴》 《老宋講故事》由《罪元堂送幸福著》 第三百三十八集 《正邪能辨不辨,萬法皆兇不兇》 正法出勤的師兄朋友大家常午好 現在是北京時間8點28分 2016年5月12日 由《老宋》和大家帶來今天的分享 有很多師兄在問《老宋》 師兄某地這個法門好說性 你看是不是正法? 另外我看某個地方某個人教授得特別好 你看這些人是不是正法? 是正是邪,老宋自然知 但是可不可以告知不能? 尤其是對那些爭議特別大的 老宋就更加不能參與了 在早期 老宋硬可以更別 可以與菩薩溝通之事 信心滿滿,賜悲心大將 總是怕大家走錯路 於是不顧菩薩勸道 則以將某個法門告知一些迷路的人 此刻刻如菩薩之所聊 大家則以認為他們修的這個法是正的 必然盡全力去推廣 我記得當時我在好幾個故事裡都說 有些人,有些法 乖然會說 因果是個圈套 這就是告訴大家 因果不存在 更是變相地告訴你 你可以很瘋狂 殺人穴火 騰懵解片 想典禮就典禮 不要禁錮自己的思想 要自由,要民主 法約萬法皆兇 因果不兇 法說萬法皆兇 沒有告訴大家萬法皆兇 任何一個時期 各種眾生皆有眾生之病 有病自然有藥 有惑自然有法 這些藥在醫好你的病之後 它就沒有用了 但是 你可不可以說 這些藥就是假藥啊?不能 萬法皆兇是真相 但是對於我們有病的眾生來講 這些萬法對我們卻是至關重要的 因果都被他們說成圈套、是假象 那其他這麼不在話下 都是假的啦 但是人家這麼說 自然有人家那個你 才會被你覺得很高深 萬法皆兇 一切皆是兇上 如果你是初學法沒多久 真的就會被古惑了 宣化上人是古觀恩再來 也一再強調 不可著空 不可著有 首其中度 你質著了就錯了 一味側著空 是還空 你走偏了就入魔了 你還未達到那個境界同層次 這是空壇 當時不解菩薩之心意 空有慈悲心 無智慧 殊不知慈悲測禍害 方便有下流 最後導致了一系列事情的發生 甚至讓我們很清淨的幾個小伙伴 也產生了學術上的分歧 覺知自己是對的 雖然肯定有對錯 但是機緣不到時 你絕對不可以說 老宋也得掌掌記性啊 誤掌記性 怎能夠成啊 食一簽掌一字 更何況我們朝元堂 就像一個生生的英語 看起來好像有好幾個群 實際上真修行 真聽故事有幾多 在外面知道的也沒有幾多人啊 就好像我老宋 你以為你說了幾個故事就是名人啊 你其實充其良就是個人名 這個人名沒起好 都有人稱你爺爺了 這個不是開玩笑 老宋每天講故事 在前面加了個老字 有很多師兄沒聽故事 或者聽得少 一看老字 這個人年齡一定不輕 不是花格都是古稀 不是伯伯也是爺爺 這個稱呼就出來了 都不要緊 我沒虧底就是變老了 大家再仔細想 如果老宋可以隨便評判人正邪的話 會有什麼情況 如果對方這個法門本為邪 老宋共知了他是邪法 你想邪法會怎樣 人家絕對不承認 人家絕對不承認自己是邪法啊 自然會奮起反擊 你不是說人家是邪法啊 好 人家就開始誹謗你 這種人群不在少數 他剛好未找見一個公經的人 這下好 小樣 我不去得罪你 你還敢來找我麻煩 誹謗文章就出來了 那一個剛剛七世的嬰兒 我們有能力? 本來我們傳播面就不夠講 知的人就不多 適合一些人 時不時聽一下 一去找 原來這麼多負面信息 好了 馬上就不會再來 不會再聽 為什麼呢? 因為每個人都有自我保護的意識 這麼多人說不好 一定不好 你想是不是? 肯定是呀 我們就是 小心 小心 再小心 認真 認真 再認真 之前 還遇到了很多誹謗 頭頭是陷 我們怎麼敢去找事呢? 是不是? 不可以呀 好多師兄問的那個法門 可能就是正法 雖然它是正法 但是它刻刻不給主流媒體 或者輿論所認可 或者經文中無記載 或者是菩薩生存之法 我們也溝通過 是真的 那你說是真的 今次不得罪人了吧? 非也非也 你說它是真的 還有很多人就覺得它是邪法 但小仰兒 你夠膽站在邪法的面上 那個自認為自己是正法的 都會對你進行批評 讓你看無緣夫 大家想是不是? 無論對方是邪是正 我們也只敢說 管理員內部知就得了 哪敢公開發表言論呢? 我們能做好的就是自己 靜女唱詩幾個 閒談莫論人非 人家的是非 人家的因果 各有他們的恩怨來感召 學邪法的 為什麼學邪法? 它是以怎樣的心去學邪法呢? 可能是貪心 一年貪心起 百萬帳門生 可不可以怪人家呀? 怪不到 很多師兄說 哎呀! 宋師兄 你這是不慈悲呀! 其實很多事情呀 多講無益呀 你說出來 未必可以改變現實 尤其是正邪的討論 也就是說 你知道了他的正邪 你會說 都不一定可以改變 聽菩薩的閉嘴都是一種智慧 真是這樣呀! 聽完這個故事之後 都請眾位師兄 以後不要再問老宋 誰是正邪 誰是邪法 誰是邪法 自己安靜下來 作展將自己的貪親癡慢儀 這些窒氣去掉 自可以分辨 正法浩如淵海 邪法也多如牛毛 正亦多 邪亦多 我們擇其一正法 收窄就可 不可因為這個正法好 那個正法佳 都來學習一下 你最後的結果 可能就是 什麼都收不好 當然 有時你可以有所主持 好似中醫用藥一樣 有君有神 平時念法 念經 你不易入境 文殊菩薩就開始 在念這些經之前 不妨念一遍 或者幾遍心經 這個經文算不算蟑螂 不算蟑螂 有君藥 自然有神藥 但是你要抓住 只要矛盾和輔助的關係 比如說我們修淨土 念法 念法的果佈 自然在極樂世界 那你是否其他都不念了呢 也不完全是 但是要用百分之六七十的力量 和時間都在念法之上 正義的就是對念法的輔助 比如說穿衣食法 我們要保持這個生命 可持續的念法 對不對 對 我們有時間還要看一看淨土的經典 了解一下阿彌陀佛的四十八元 了解一下這些經典 讀這些經 做什麼呢 了解一下 為什麼要念法 你得知其所以然 另外 我點和阿彌陀佛相應 相應什麼呢 在這些經典中獲取 同時 我們都要聽一些 講淨土經典的大法師講經 給我們解惑 另外 我們還有一些其他助緣 比如放生 報師 對吧 這些還得有的 另外 因果這項又不可以缺的 你聽下個小故事 算不算曱甴 不算 怎麼會是革甴呢 只有深刻地理解六道輪迴 知道了三途之苦 我們才可以這麼好地生起七離心 沒有七離心 你怎麼可能求生極樂世界呢 但是你要足稱主詞 是念法成法 念法去極樂世界 你會日日放生 什麼都不想做 都不行 那就是人天福報了 放生 能為我們去極樂世界提供福德之良 但是你不可以以祂為主 修密 修善 修道 各有其上師 師父所傳之法 師父會和大家教導 知道哪是主 哪是慈 大家跟隨自己的師父學習就可 現在是北京時間八點五十五分 今天的分享就到這裡了 九點之前把故事分享完畢 留給我們的管理員師兄一些時間 將故事整領成欣憑發佈到網上 給那麼多師兄可以看到、聽到 也期待大家可以將故事多多轉發 功德無良 阿彌陀佛 願以此功德 莊賢佛淨土 常報四重恩 夏仔山土虎 若有見聞者 釋法菩提心 盡此一步生 同生極樂國 願以此講小故事的功德 回向吉 諸偉善知識 回向吉 所有聽小故事 轉發小故事 隨起小故事的師兄、朋友 及一切眾生 願大家家庭幸福 人人開心 早日正誤成法 人人回歸祈樂佛國 阿彌陀佛